那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來青海的 來青海之前呢 我們就有一個腦海裡面有一個印象 什麼這個 齊連山下好牧羊啊 什麼在那遙遠的地方啊 那這次來的時候我發現 青海的美 跟青海的好 比我想像中還更多還更好 你知道我小時候在台灣那邊讀書啊 我們的地理課本歷史 塔爾士 中課八這樣一個一段故事我們要讀啊 黃教這一段 那到了現場就也很感動 他們也對我們非常樂趣的接待 我們永生難忘啊 那感覺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又坐車子到原子城 中國原子城 那原子城是令人非常的讚嘆的 你看這個在美國跟俄羅斯都不支持的情況下 中國共產黨啊 然後號召這麼多這個海外留學的 我們這個自己的祖國同胞 那來一起 把這原子彈跟青彈 都能夠發射成功 在那個困難的時候 我特別問他們說 那那個成功之後有沒有獎金啊 他說有10塊錢啊 當時的獎金就10塊錢 很感動 所以這個原子彈啊 青彈啊 就是帶動著那個太空事業的發展 兩旦一新啊 雖然說就是像參觀啊 轉移圈 但那種感覺很神 非常神 這中國人在歷史上啊 能夠站起來 那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準備 那從這個原子城之後就到青海國嘛 這個路途也蠻遙遠的 我剛開始看那個山啊 哎呀翠綠 這個青青草原一片啊 青海這麼大 70萬平方公里啊 這麼大的地方 那只有 600萬人口 那台灣正好相反 地方很小 台灣就3.6萬平方公里 然後呢 住了2300 2400萬人口在那邊 所以你看青海 跟台灣的父母就很強 而且我也相信啊 從台灣來的人 看到青海這個大山大水啊 這種生態啊 這種景觀啊 他們一定會喜歡 你看這個好山好水啊 那台灣很多喜歡作曲的啦 很多寫作作家啦 很多拍電影啊 這方面的藝術啊 台灣還算可以 那這些人來到青海 他們一定會很讚嘆 有這麼美好的景觀啊 還有很多故事啊 青海很多故事啊 所以我在車子上 跟我的同伴講說 這個人生三大寶 在青海都是最好的 陽光空氣水 那我們也樂意來做一些 這個介紹 兩方面做一些復補啊 比如要拍電影 到時候來拍電影是最好的環境啊 從來故事也講不完啊 我們那個奏曲啊 那個歌詞嘛 古時候是在那遙遠的地方 我們應該將會在 再編一個新曲的 在那不遠的地方 因為現在交通都改善了嘛 現在天涯落比面啊 跟你講那個交通不方便 那個年代啊 那不可同意而言 所以我覺得將來這個 青海的後發佑是以前 青海一定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因為它的這個能源啊 風電啊 水電啊 那個太陽能夠這個地方 做得這麼好 所以一定有很多企業 跟世界各個的系列啊 跟青海的這個探權啊 台灣跟大陸 一加一一定大於二啊 所以交流是另一個道理啊 你怎麼可能不交流啊 交流之外 對台灣也好 對大陸也好 不是單方面而已 因為我們兩岸嘛 兩岸的中國 我們智慧都一樣 可是我們成長的環境不一樣 把它結合 交流結合之後 它產生出來啊 就一加一就很大於二啊 所以你怎麼可以阻止交流啊 這個交流阻止 是不應該的 而且是不對的 交流之後 對台灣更好 交流之後 對大陸更好 大陸這麼大的舞台 你為什麼不來這邊發揮呢 你唱歌跳舞 都有很好的舞台 寫作都很好的舞台 你公益 我們公益都可以解決 台灣的想法 價值觀 跟大陸還有一些不一樣 不一樣不是高低的問題 是不一樣 那不一樣 一致無法結合的時候 產生的那個價值出來啊 就很大很大的這個 這個真身的那個價值出來 所以我們要鼓勵多交流 所以目前不管怎麼樣 各種交流的障礙啊 都應該要排除 很多都不一樣 可是我們語言一樣啊 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都是天皇子孫啊 是不是 一點都沒有陌生啊 第一天來可能還覺得陌生 第二天就好像就說 對啊 我喜歡我的家在這裡 就那個家的感覺就出來 你看外國人就沒有 就不可能有這種感覺了 因為我們太清楚 我們那個中國本質的文化特質 我們都有 我們從小就老是希望 我們要孝順父母啊 這些都不用講 我都是一樣的 叫做民主委大復興啊 這種期待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趕快努力啊 希望在還沒有把這個文化 斷坑期間啊 我們兩岸就吸手合作用 而且是這個時候 兩岸吸手合作用 產生的這個作用啊 就我說的 什麼東西江原 現在已經決定了 那你就會發現 你應該 Ray的上官 他跟大家說 這我就會不會 然後 spin 成功